再说一件很废话 有人提出这件事 亚基拉经典动画电影亚基拉 今年会重播的 在日本又是搞今年 问题是 发生了事了 因为亚基拉那幅经典的画面 又被人拿出来说了 因为上面写着 写着是2020年东京奥运 那就是147天 下面就有终止那两个字 亚基拉里面说 在147天之前 这个东京奥运终止了 原因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根据历法 那时候计算2020年和现在是真的 历法没有转到 所以数据是对的 那根据历法呢 147天 应该就是2月29日那天 那究竟 2月多少日呢 2月29日 29日 不是很久了 就到了 就到了 那时间就非常吻合于 现在我们发生的事 那究竟 东京奥运终止呢 又或者会不会引发了这个 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我相信两件事都不会发生 原因呢 原因呢 就是因为东京奥运是暑假才搞的 照计算是什么疫情都过了 第二就是呢 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147天那天已经 中指 你明白吗 就是要早 147天就是今天 就是29日 就是29日發生的事 令到他决定 东京奥运都不搞了 中指 那就很难说 未到那天很难说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是啊 那我们现在 凌兴奸奸奸 我想 还有这件事 就短期内 都解决不了了 我们很幸運 好幸運 香港人 不是未遇过 就是 我们这些 对抗疫 有了准备 叫做 起码洗手机下面是有的 你不要说 我都说我都没买 我都没买口罩 上一集我们这样说 但是我没买口罩 但是 起码我们的管理大概都知道怎么做的 就是那些洗手机 地毯都知道怎么做的 那我想 起码都搞多两三个月 但是你说 阿基拉会不会神寓言 那就是拭目以待 那大家看看拭目以待 好 继续 继续讲回 有点台务要讲的 就是讲回 上个星期有关系的事情 首先 上个星期讲到 欧阳就说 齐婆的桃花 就应该不关家庭事 但是同一晚 原来杨天平就上了去 杜汶泽哥的节目 师傅怎么说 我没看过 师傅就说 这个侄婆的桃花 是关家庭事的 就是她家庭 即是她老公和她的事 涂花 是的 你说不是 是的 因为我听阳师傅 不是这么说 那当然是师傅做准 那师傅怎么说 师傅就说 这个桃花 绝对是她家庭事的 而且这个家庭事件 就会令到她 就跟了她 就回英国 那么厉害 那么厉害 回英国 即是有机会 林正 就跟她老公回英国 说今年 不是两年后 是今年 有些玄机 值得幻想一下 可以思考一下 幻想就不是期待 是的 值得期待一下 到底发生什么事 搞到她要回英国 跟老公回英国 告老还乡 搞什么 那这个大家期待 我也希望有一天 不可能就和阿基拉那件事一样 打仗了 这个也奇怪 另外一件事 上次说到我 无线没有广告 但是我发觉 我们有广告 是吗 是的 你也提过 我们有个 多少分钟的 口气广告 五分钟 最多的 五分钟 是的 不止 五分钟广告 我们有很多 那么好 大家尽量不要 我看到有郭泰 有AIR ASIA 有美容 你的品味歌很多 我看上去都是口臭 口臭 我都看到 还有一个 Ken哥哥 是的 喂 那 Ken哥哥 我再说一下 他明明看款 是一个节目 其实他是YouTube主 就不知为什么 他把他的影片 卖广告 可以的 YouTube是容许的 所以我那时候 我为什么呼吁 大家帮忙 让我们突破一千 他是这样的 突破了一千 解锁其中一件事 就是能够你去卖到别人那里做广告 他就不太限制你的形式 所以Ken哥哥的方法就是 就是把我 錄短一点的节目 只有三分钟 六个快靓正的 短打 不是 他会出过五分钟 他是一个节目 你不拿派人家 Fake Cue你就可以 但是你要很有信心 你要好像口臭 五秒钟之内 就令你觉得 我口臭 我不听下去 真的不行 那你要掌握到我五秒内 不但走 就是我听五秒 你现在说 我口臭的一个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当然不是 你知不知道 是我们叫听众不要按的 还有我自己不要按的 我有听完 你知不知道 你的口臭好像厨余一样 就是解决方法就是在这里 大哥 你自己都定一定 臭到厨余一样 解决方法就是在这里 你还不听下去 是很考虑你 只有几秒时间 你就要掌握到 那人继续听下去的动力 然后放下去 但是如果你说 有些人就会下一个 好像Kent哥哥那样 五分钟一个短节目 那你要很有信心 那人不飞才行 即是你看到 那些日本山水的那些 如果他在萧山那里 我就飞了 他在我们那里 所以我才会继续 我真的觉得那些是难的 其中YouTube可以解锁 就是解锁这些东西 就容许你放一些广告 所以呢 就多了很多长广告 他这个是拍来 他应该拍来收钱的嘛 那如果这样的话 即是他 他这样 他就不会再有钱收的啦 那你起码 最重要是 那意思是 可能Kent哥哥 如果给了一元YouTube 那可能有五毛钱 放了你欧洋袋 即是这样直接 给你 会的 但他最重要是 Capture多些人知道 这个事情是合理的 所以那时候 我们想解锁 就是想解锁做一样的东西 即是可能 我们精挑一些 一些比较精彩的 可能剪短一点 就只有一分钟 所有的 正东西都在里面 那就是等别人买下来 即是要快 你也要反过来 因为如果你Capture多些人 知道你 他的邏輯大概是这样 其实YouTube 都很颠覆我们原本的思维 即是我们以前以为 做广播一定是单方面 好像无线 那现在现代回答你 就不是 即是我既是听众 又是主持的 即你可以既是听众 又是主持的 我是既收人广告 又发广告 即是又发广告 去别人道的人 这个也挺有趣的 还有不止 我刚才说的 是5分钟广告 我遇到什么呢 我遇到一个37分钟的广告 不是吧 这个广告 是 什么人可以卖37分广告呢 更好的 我看他的样子 是整个台湾的电视节目 即是整班人在讨论 讨论什么 讨论台湾的政治 不是吧 你要这么巧我有兴趣才看下去 不是 我都 我 其实我在我们的群组里有写的 我有没有留意 我是继续看完 被他播完 是 是 勾养袋了多少 我不知道 是 接着更好笑 这个已经是之前的事 这些随时 随时 随时有 最新的进展 我们有公告 这些随时看一次有几毫 你解释到什么程度 我是看到一个 51分钟的打机广告 哇 那个不是广告 是打机 是真的打机 是啊 那两个人也是YouTube主 大哥 不是啊 这件事挺有效的 省水省力 搞什么广告 我直接打机 但是他卖广告 他卖了我们的广告 你明白 我看这段片 我是在看 欧阳和IM 录的一段 我们录的那段 不是 他录的那段 是四十多分钟 他卖了广告 是五十一分钟 这个挺有趣的 我都给他播完 你提出这个东西 就挺有趣的 就是 为什么 会有这么多 长广告的呢 他们是否觉得 会播得完呢 我不知道 他是个节目 来的嘛 是啊 他就把节目放下来 是啊 我刚刚看才可以 我刚刚看 我会转台的嘛 这个挺有趣的 我可以和各位听众说 你们一样要 遇到这些东西 一样要不要 不要 是啊 哈哈 这个很鬼 就是个个都是这样叫的 你们明白一件事 欧阳是见钱开眼的 是啊 我想没有人不是吧 是啊 那你不断的 这些这样的广告 你都给他播完呢 就塞钱我欧阳的包子 让我继续继续做下去 大家就功德无量 但是我教大家一招 聪明一点的 我叫你播完它而已 就没有看完它 你把那段东西瞄了 哈哈 那你的包子都在我开心的 开心的 开心的 而你原本在听着的 哈哈哈哈 在那里直接播下去 这个我是存疑的 我呢 你这样提出 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呢 我近来开始怀疑 Chrome 你如果用Chrome 就是未必得 Chrome 是会detect你在那里做什么 就是我很肯定 Chrome是有收窄一些 例如 你有没有喵声 有没有开多一条 打开它 那些 肯定有 因为Chrome 甚至乎现在做多了很多 是做多了很多 控制东西的 就是你现在是 那些keyboard control 它都会capture 就是那些 那些你按 control加什么 那些 它都会capture 我呢 就开始对Chrome 如果你用IE 我就有信心 你刚才提到的东西 是实行的 你用Firefox 和Edge 是的 那些Edge Firefox 你用Mac 就是Safari Chrome 我就一般 我就觉得它 是会知道 你会 咦? 這傢伙没有看的 哈哈哈 那你就是这样 用Edge 用Firefox 用Safari 是吧 是的 功德无量 另一件事 有关于 刚才那个节目 你和I.Am 那节目 I.Q.Air 我听上去那么像电子烟 不是 那是另外一件 I.Q.Air 是不是都叫I.Q.Air 不记得 不是 之前在大叔介绍过 不是 I.Q.Air 真的是 空气清新机 真的是大厂 封鸟 不是这个名字吗 不是I.Q.Bud 你一时间 我想不起 算了 总之是两件事 I.Q.Air 就是空气清新机 瑞士野 高级 不是我希望是 你不要鼓吹别人用电子烟 不是不是 没搞错 其实我现在都Google 我当日都是这样 找清楚了 I.Q.Air 是瑞士厂来的 美东西 最后一个台幕 就是 我们这一集正在录音 应该是498集 是 那 说真的 之前 在疫情之前 我的确想着 500集就要送礼物 那我就在想买什么 但是问题是 现在疫情 现在是否要送口罩 就是全城都最想要口罩 这是最大的点 大家最想要的东西 我送不到 全城都最想要的就是口罩 我也没有能为力 那 另一个问题 现在口罩当钱用的 好过禮事 是的 而且另一个问题是 说真的 在这个 我买 那件东西 由我买回来 到 送递的过程 其实是经过很多人搜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 可能都要暂缓一下 因为 说真的 那些人都说 如果你坐在家买外卖 那条的密密送 是 就送过十家人 你就是第一家了 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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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避免一下 那 就不好意思 遲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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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盡量 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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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很害怕 最少都不搅 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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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趟 你在公眾地方聽到有人咳嗽 你馬上看一看 是啊 很害怕啊 大佬 沒有辦法 這些被迫的事情 好 繼續 講回一些新史的事情 MWC 2020就快要開始了 原則上在今年2月24日開始 原來又是跟疫情有關 今天LG宣布不會參加 是疫情關係 不玩MWC 雖然我估計大部分人來說 其實就不是很關注 但如果Telco和手機界就是不會不去的 LG、Samsung、華為、中興 你說得出的 基本上應該都會到齊 其實之前ZTG都說不去 ZTG就是中興 中興都不去 但中興就好像 合理一點 大陸佬衝出去 人家都害怕 人家都不敢來 一會叫你隔離 叫你在現場隔離 你坐飛機去到14天 是啊 他可以早14天去定 可惜已經趕不及了 現在25日 這個叫做全球移動通訊大會 其實有一年我有同事過去 擺過檔 香港有擺展 大叔是不是之前也有去的 大叔也有去 大叔也好像有去的 MWC其實我自己公司 有一年都跟科學員去過 科學員都有在MWC 其實他是西班牙移動通訊 多數是在西班牙開的 他在西班牙開的移動通訊大會 科學員早一兩年 今年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跟這些事 早一兩年 基本上都會擺放科學員的展區 然後叫公司等一些產品 就叫做展示一下 MWC 不只是 那些人以為只是很硬 手機 背景 其實他不是的 他連應用也有 科學員 有些人是放一些應用東西 可能手機APP都勉勉強都可以放進去 香港有些產品 可能你寫了手機APP都挺有趣的 你可以放進去 現在LG就說不去 我不知道會不會越來越多公司 開始覺得不搞了 免得過就免了 這些飛來飛去的事情 但是這樣又人生很沒趣 看剪片 或者大家把剪片放進去 是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你去看也好 別人來擺放也好 我覺得這個年代的人經常說不重要 尤其是做Trading的朋友 你就會說 喂 這個年代哪有人玩這些 Global Source Libaba 其實不是 擺展主要不是這樣 擺展很多時候 尤其是做Trading CES 很多時候去見一下 那些Partner 然後 有時候又去兜兜搭搭 可能吃飯 其實是Gathering 其實是世界各地 一個國際性的Gathering 那些鬼佬 說真的 你沒有剪片 你不會去見他 他又不會特地來 而且 你叫客人特地來香港 他沒有事搞 他不會來的 剪片就好了 大家就在那裏見一見就算了 幾分鐘 Social完 好 拜拜 或者很Friend的便吃頓飯 不Friend的便算了 聊兩句 走人 有些現實的作用 即大叔那些 他們有些專業原因 真的要去找那些客人 去談 大叔反而他們做專業軟件 有些必須 我們就有時候 純粹為了見客人 如果連中興LG都不去 那些客人去 真的很浪費 還有搞一下搞一下 這樣會越整越借 其實這些 整一下整一下 這個又不去 那個又不去 今年也可能越來 今年也借 這樣是一個潮來的 其他那些就會想不去 是啊 因為MWC是今年2月底 搞的 所以如果他現在縮 其實有這麼說 位置就約了 即逢是擺展 前幾個月就已經 預約了 即是說他有位都不要 他現在是那些中興LG 那些 是 預約了的位置 直接不去 就算了 因為疫情問題 那中興不去就正常 LG都害怕 是啊 看一下 不知道 你搞一下 好像劉德華演唱會 那樣 阿華仔真是慘 大哥 一波三折 每次都搞不成 每次都搞不成 不是 他在外面的都搞不成 在香港的都搞不成 是啊 真的好像邪門不到你不信 大哥 這樣吧 這樣吧 那看MWC之後怎樣 我真的不知道 這些事 那另外呢 就 這個又有些少關係 先 Telsa在上海那間廠 就開張了 那其實呢 也都 在那裏生產的Model 3 也都出了貨 即是有人收到 我不知道 他收到那時候 他有沒有得 reify Made in MIC 還是M MIA 不知道 這個要跟進一下 我猜有辦法 因為本身有 serial number 好像 我們以前的手機 在iMe也看到 是後來的iMe才被擦了 大家應該知道 什麼是iMe 你在手機上打 星井零六井 現在都有的 只不過是你現在的iMe是廢 以前是有產地的 現在就沒有標示這件事了 但是Tesla那些應該有的 要找應該知道的 我不知道他放不放出來 他是不是會特地 收起來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 我想 一定是收起來了 他不會主動說 現在全世界生產都是這樣 他不會主動說 但是民間 當然有辦法看到 那歐陽呢 如果他買Tesla的話 他可能會選擇買上海這批 我覺得他會比較好 而事實上 上海這間廠 不知道為什麼 是歷年來 Tesla 最成功的廠 因為突然間生產力大增 這麼多年都說生產力不夠 有了他生產力大增 大增到那個程度 他新的Model Y 是預算是這間廠出的 而甚至乎 因為Model Y和Model 3 有這個 現在我看到是寫著 75% 多少的雙用性 就是那兩輛車裡面 零件應該是雙通 它可以利用了同一個生產線 去做Model Y 甚至是預算 在2020年的第一季 即是現在 或者很近的將來 就會出貨 是 大陸現在這樣 就當然是大了 還要問 但是 現在還在說工人 是不能回去 是 口酒都做不到 何況是Model Y 誰知道 沒多久 就跌到200多 然後 200多又再上去 今年 其實基本上 就連續升了幾天 只是昨晚 就已經升了20% 現在是 700多元 如果 就算是以年中 到現在 升了一倍 這幾天 基本上 每天都狂升 昨晚收市 800多元 887元 快要900元 但是昨晚破過 其實破過900元 後來 才被人插了一棍 原因就是 真正 大家對它看好 第一 它的產能 應該有望上升 因為中國那間廠 有生產力 可以製車 多些車賣 Tesla 從來受制於 生產力不夠 現在 多些車 可以賣 而 第二 它跟Panasonic 是合攪一些電池廠 它跟Panasonic的電池廠 首次有盈餘 基本上電池廠很難賺錢 搞到現在 竟然電池廠 叫做轉規為型 那就賺錢 大家都很樂觀 這些電池很久使用 而且它領先別人 它跟Panasonic合資 那間電池廠 已經上軌道了 還有 其實大家看好的 是抽象一點 其實有很多分析員 就分析一件事 就是看好長遠的Tesla 的未來 就是說 它不是有一套自動駕駛系統嗎 現在 基本上 世上 比較成熟的自動駕駛系統 就是Tesla 勉勉強 你說Uber也有研究 甚至百度也有研究 但是 最多資料的是誰呢 其實就是Tesla 所以相對其他自動駕駛研究的公司 其實它沒有Tesla資料 而且它沒有車 現在有一個遠景 大家可以幻想 即是股票最重要是幻想 那就是幻想Tesla 將來的車照自己走 人不用駕駛的 然後 Tesla的車照自己做生意 你晚上就回家睡覺 你的車就出去做的士 通街車人 然後收錢 這是一個遠期的運輸 的最終極期望 所以 如果你看到很遠期 那就說真的 如果你看到再遠一點 的士司機都隨時消失 的士牌都可能變得一民不值 如果這件事一路走下去 當然你不說時間就沒有意義 可能50年後的士消失 那麼消失就消失了 但是 這個也是Tesla另外一樣 令大家覺得 長遠 它有一個優勢 還有它有優勢 大家又看好 有一樣東西 自動駕駛很有趣 有很多人說 它車上有很多優勢 不斷收集很多數據 其實它將來 集合起來 它就可以做一個很成熟的交通服務 到時候 Tesla就是的士 這次還不發達 而不是只看它做電池 做車 其實這兩門東西 竟然被它做出一些 儲光 因為Tesla從來都虧錢 虧到現在都是虧錢 當然在股票界 其實虧錢是好事 尤其是Tesla 在美國不是當作車廠 基本上是科網 因為車廠是不肯定會上升 車廠基本上是他的朋友 那些什麼福特 連他三分一的市值都沒有 這間是當作IT玩的 它最重要的是幾件事 就是有願景 虧錢 千萬不要賺錢 賺錢的目就是稅 一年才能賺幾塊錢 那你就全家拿了 虧錢 這不重要 但是它現在做到的一個願景就是這樣 長遠的願景 就是它宏觀一個交通服務 短期的願景就是搞好部Model Y 大陸間廠又生產到 終於有車交了 就是Tesla一大問題就是 你去街上生產極多 做得這麼小的車 那現在終於可以做多的車 電磁廠又搞了 這次還不發達 但是就是正想著可以做多些Model Y的時候 工人不能上班 那怎麼辦 你明白大陸那些工人一定是春運了 春運那一刻就可以了 現在未必能回來 全部都封了那些 那怎麼辦呢 肯定有影響 短期而已 我覺得這些 有時候幫我股票炒作 其實就是亂來的 大家的說法是什麼呢 短期而已 長期來說 有得搞的 因為短期 你疫症 暑假就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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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繼續做 何況你還要追回之前的數 你賣少了車 做少了東西 那就追回這個數 你就當現在放暑假 那你疫情總會過 我覺得 錯就沒有錯 如果你是一個投資的角度 你就看遠一點 遠一點的確確是 疫情是會過的 只不過是 對他的打擊就是 短期就已經是沒有車買 這樣是肯定的 短期大陸那間廠 就不會弄出車的 老實說 因為我們上一集 即是我錄的上一集 我們都提過Tesla 如果那天你買了 現在是差多少 我都不知道 那天是多少 我們提過 那天是300多 300多 400元 今早好像見到900多 900多 900多破過 昨晚高位950多 後來回到800多 今晚可能會回一些 但都是八字頭 升到瘋 現在這幾天都是 大家的焦點所在 我還記得上一集 你講過什麼 哎呀不懂得玩 Tesla 神仙股 我就不太敢是 我不是說 賺錢不是我們賺的 你要膽正命便宜 看來看去 我都不知道升什麼 那你不要管 總之他現在 就是全球 即是全球 他現在差一點 就是全球 第一大的 全球 看看 他現在應該 全球 市值最高 就是Toyota Toyota 大概2000億美金 那Tesla 如果昨天高位 都已經是1600億美金 跟Toyota 差很少很少 只是說 差300億 如果你當科網股 要多舊兩塊水 就是 舊兩塊水 這個差別是兩個星期的事 是啊 但是他再舊兩塊水 不難 不要看得那麼難 你不是車廠 你當然是科網 那你進不進嗎 不進 那可以了 勾了又不進 是啊 大家看看我行不行 我真的不夠膽 我上次就這樣說 我不是不知道他升 我當時已經看著他升 我不夠膽 大哥 我都不知道他升什麼 你經常都問升什麼 賭錢沒有這麼問這些 多個鬼魚 下一局都開了 買敵離手又開了 好 繼續 講到交通問題 這裡有個有趣的新聞 大家都知道 Google map上面是看到塞不塞車的 大家都知道 雖然從來沒有直接的數據 但是大家都知道 其實Google是怎樣知道那裡塞車 就是靠你那部機 拿著Android手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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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那些老婆會推車仔 那外國呢 如果你有看那些荷里活片 有很多時候那些人 他們的車仔不是推的 他們的車仔是拉的 就是看到一個兜 其實是一個兜 就是一支棍給他 他人在前面 拉著那輛 有輪子的兜 在那裡走的 那種車仔 即是你說電動那些 不是 真的你就這樣拉手推車 哦 香港那些車仔通常是兩個輪子 有一個兜 然後有一條棍給他拖著走的 他用這樣的車仔 有個藝術家就玩了這件事 他拿了這樣的車仔 在車仔裡面 放滿了Android電話 是放滿了 填滿的車仔 然後在街上走 結果呢 就製造出 在Google Map上顯示 他在走的那條街 是塞斜的 哦 是辦法 等於畫一條紅線下去 你是不是可以繪畫 那是用他的走的速度來走 像是人走 就自然是很猛 結果成功地在Google Map上顯示到塞斜 厲害 這是成就 有辦法 但是相當多功夫 什麼功夫 你收集一堆手機 那些手機 最好就是 鎖進了 Google Map 是要鎖進的 我懷疑 不是 不是 看Google Map做鎖進 是 是 那也是 但是呢 他判斷行路的行人 還是車 我就覺得有些 我對他這個方法 是否成疑 他會不會判斷你 舉例 有一群人 剛好 下車行路 你坐巴士下車行路 就會有一群人 你都起碼有十個 通常 坐巴士下車行路 通常有人走到不同地方 那也是 會同一條路 同一個方向 搞到他很慢 那他理論上 不是理論上 他事實上是實際做到的 你不要管 還問行不行 他事實上是做到的 這個非常有趣 這個有辦法 讓大家笑一下 有趣有趣 好繼續 另一宗事情 就是 DJI大廠 無人機大廠 DJI 有一個 消息 就出現了 這個消息是 上個星期的 就是過了一年之後 就說 一直都說 美國 就說中國 經常在 偷那些東西 又或者 又或者 就是 竊取秘密 又或者監 監察美國 其中一件事 就是 無人機 現在 是說 美國政府 正式 正式 這是內政部的宣佈 來的 正式 將中國製造 和使用中國製靈體的無人機 全部 停飛 美國政府才不用 美國境內 不是 美國境內 政府不用 還是 整個美國境內 不是 那你不會的 民間你會照用的 金令是停飛 是 怎麼執行呢 我未見到 但是 內政部長 就說 他 相信自己有能力執行到 不知怎麼執行 不知怎麼執行 我自己買的DJI 簡單來說 按你剛才的說法 變成我自己在家買的DJI 都不能玩 原則上是 是玩到這樣 這樣也很懶 因為 中國 無人機 你最多就是DJI 你爭論 這個是無人機 當然是無人機 聞到多語 但是你是按不到的 我不知道 因為 DJI上面是不是有GPS 有 如果你用干擾GPS的方法 可不可以整停它 我覺得不容易 你還有那麼多 他走的GPS 也是美国 他可以關我 但是GPS 現在不是只有一個 其實他還有那些 北斗 俄羅斯那套 但DJI上面是用的 幾套都用的 其實他同一時間 幾隻都有交拉申錢 我記得DJI 連俄國那一隻都有 一時半刻 你又截不到 怎麼執行 我不知道他怎麼執行 但是 那個 行政命令就是這樣 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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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不給DJI 這件事是大件事 全美國 不是正的政府 全美國 我覺得 就是跟禁飛 787MAX一樣 你禁飛就是禁飛 不給飛 不是 他先看 你說這件事 我也有看過 美國政府禁止用無人機 但是我就是不明白 他所謂的 美國政府不把無人機 那怎樣 到底 怎樣做到 我這麼知道 怎樣執行 我也不知道 還有 787MAX 你這麼大價 當然是禁飛 就不給他 還有說真的 我相信 沒有九成 八成都是DJI 最流行就是他 他就說 market share是七成 我相信不是 但是 我從來對這條數目 我是很 wonder 因為 連DJI自己 都好像是市佔率七成 我就是覺得不是 現實是 如果說使用率 DJI的使用率是高很多 其他的不是沒有 但可能是那些很大隻 那些是professional 因為我連Parrot 我都在香港 極少人見過 我這麼久見過一次 就沒有了 最初幾年是見過那些 後來DJI蓋上去 然後你把那些 雜牌 毛離頭 鴨記 那些雞東西 計算下去 可能這樣 或者很差的 但是 以達到那個級數 你是要數到 起碼也要數到 Parrot 嘩大哥 那些鬼 十部 DJI 一部Parrot 沒可能 一成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 這樣 那就變成大家沒得玩 對啊 我也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情況 因為他現在說 他之前其實已經是想禁 但是呢 就簽了行政命令 就叫呢 禁止使用中國無人機 但是呢 我就是說這些行政命令 到底是否收拾不收拾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用三GPS 或者他上面是不是有 四G connection 應該可能 靠這些東西可不可以整停它 我懷疑 你靠一個Ime去鎖死它 我又不敢說 因為我 我是很 怎麼說呢 其實我對這個文章 其實我相信他是他政府自己的部門 不准用而已 就是我 不是 他的禁令就是全美國的了 如果不是 那就是民間都沒得用 如果這樣說 不是吧 他的禁令就是全美國的 考慮 不是 你只是禁政府部門不會用 是沒有意思的 你可以有一個人在軍事基地旁邊 起飛一架DJI飛進去 他的目的就是 怕著你用這些機器做間諜 所以他是全部敢用的 考慮 怎麼搞的 怎麼做我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到時真的會做呢 我怎麼做我真的不知道 拭目以待 不是到時的了 但是暫時 應該是現在的了 他又沒有什麼 他又沒有什麼 簡單來說 如果你在美國的聽眾 你有DJI的可以時候去放 他又沒有什麼提點執行 講就是這樣講 講不給用 就是等於香港講不給燒炮獎 那個邏輯和787MAX敢飛 我想是一樣的 問題就是787MAX這麼大價 你當然是可以 就是 他一飛你就馬上射過來 但是 但是 DJI的 怎樣 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是 在想 是不是可以關GPS 醒死他呢 還是什麼鬼呢 我不知道 好繼續 另外一些散鳥消息 就是 之前呢 就 講過 XBOX的 Streaming 即 Streaming 月費打機計劃 就出了 但是 還不是來香港的 但是 現在呢 香港 有得玩 但是呢 就不是全部都可以玩 XBOX 是 有得玩 有得玩 但不是全部都可以玩 首先第一 你要用Android吃機 iPhone是不行的 知道的 真的非常可惜 另外呢 就是 應該 我現在先聽清楚 你是要 在XBOX上 登記了 測試人員的帳戶 即 用一個測試人員的帳戶 那那個是 我不知道要 怎樣登記 但是 照計就不難 Microsoft那些 測試 不是 照計就 你好像iOS 那些帳戶 那些照計 不是 但是 你要付錢 簡單來說 那 當然 你要有XBOX ONE的 機 其實 可能不關系 但是事實上 它是需要的 是不關系 但是它要求你 在那裏 要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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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東西 你就可以去試玩 XBOX的 串流 串流打機服務 意思是 它那套東西 我看它現在的樣子 是一隻XBOX ONE的手掣 加個架 夾著Android機 好像歐洋那一部 這樣 就可以在街上玩 也好 這個挺吸引 但是你的速度 上升最少都要有4.75Mbps 4.75Mbps 按計算是不難的 而且延遲是125Mbps 上升 上升 其實就不算難的 4G 是可以的 但是要人數才可以 如果玩Wireless 就 問一些 在家裡一定可以 你家裡的寬明是一定可以的 在街上便可以問一些 還有你的Datapran 應該說在公司一定可以 在家裡便可以打機 不是 我家裡的機器也在 應該說公司的Wi-Fi 就一定可以 大家可以 如果你有這個心機 就可以去試一下 好 繼續 玩的東西 還有任天堂 上次說任天堂樂園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去玩 我也有提過的 為了任天堂樂園 任天堂之前就產起 那間公司叫Marica Marica 用他的樣子 在東京街頭那裡 搞這個 Super Mario賽車 就是那些小型賽車 在東京街頭那裡走 任天堂為了這件事 告他 告他脫褲 這個好笑在 我不知道這架Marica 是不是學了中國人的東西 好了 這樣告你 贏了 那 算了吧 就是 你自己都不好意思說 你自己不是 一種copycat 但是 這個Marica 居然不服上訴 上訴的結果是 阿冠說 你上訴嗎 看回一些東西 原來是這樣 好吧 我判你多賠五倍 喔 賠多五倍 有錢而已 五倍 我不知道 是多少錢 這個Marica 怎麼算錢 這個五倍的過資 原本是賠一千萬日圓 一千萬 現在賠五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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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七三十五 就三球幾夜 有錢而已 有錢而已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學了中國人的東西 剛剛今天 有 原來武漢市政府 就資訊了美國的藥 是嗎 我真的覺得很棒 因為現在美國有藥 就想著 對付伊波拉 誰知 嘗嘗嘗嘗 好像 對這個 武漢肺炎 好像 有些效果 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傳出來 就是說 武漢市政府 就資訊了他的藥 他還沒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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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用得沒有 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個問題是 你真是好意思 這個不就好像 這個馬尼卡 那樣 我才是 但是這些會不會是美帝陰謀呢 就是會不會被美帝惹我們呢 不是 我 我是 在我的頁面上 都說了 我祝賀他 申請這個專利成功 因為他申請成功之後 美帝的藥 就不可以賣去中國了 哦 那你自己理自己了 是啊 那股大劑了 真那隻賣不到 你自己搞定了 反而真那隻賣不到 那你是不是在中國用什麼 擺藍筋 你以為一定要用美帝的東西 用擺藍筋包裝成那隻藥 那種藥的樣子 那種藥的名字 裡面只有擺藍筋 你以為我一定要的 現在美帝除了那隻藥 另外有一隻 不知道什麼 那些封黃漿 口服役那些 都說可以的嘛 你又不去試一下 大哥 千萬不要試 你問我 我就不會去找這些東西去試 封黃漿可以頂到肺炎 是不是 你不要理會人家買光 人家炒價 我真的 我對這個想法 那看一看 Mario Kart那個 都是那句 大家有機會 如果 東京 沒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話 大家就去看看 好 繼續 那繼續 如果 你還有機會去日本 譬如大叔 這個可能 又去不了 因為大阪有個 有個新的朝聖點 就是介紹大家的 就是 很luxury的 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LV 不是LV買袋 LV買袋 就不用了 大家都知道 LV將會在大阪 開全球第一間 cafe 哦 LV cafe 在哪裡呢 在大阪 在大阪 在大阪開 我在大阪開 LV cafe 為什麼選址這麼有趣呢 為什麼不是表參賭呢 我看過這個 這個 這個 報道呢 就 預定 在2月1日開 是 原則上 是開了 是 由於 cafe 的關係 我相信 都不是要預訂的 應該是walk in 這當然是walk in LV cafe 都要預訂 但是是LV 這個想法 就 正 他沒有 他還要在大廈頂開 看樣子 好像 街 他好像 街 他好像 Apple Store 一棟自己的東西 在大阪那棟LV是自己的 咦 我又沒有留意 沒有去過 我沒有去過 你說大阪那棟LV 不是說那間店 大阪當然有LV的店 有旗艦店 他另外開了一間叫LVcafe 那棟東西好像 好像 整棟都是他的 是啊 起碼國外場 我不知道是否整棟都是 我都沒有去過 都沒有所謂 說實際 日本經常都是一棟 建築師清墨唇的設計 拿來的 取材至風凡的想法 帥氣就帥氣 正的 我不知道什麼價錢 我相信Cafe應該 原來大阪那棟LV 我沒有去過 很靚 他在他自己的LV 大阪旗艦店 整棟都是LV 上面都是天台 叫做天台 總之有一塊有湖外的地方 搞了一個cafe 這個就是全球第一個LV cafe 大家可以去試一下 我相信就算買不在這袋子 就算有cafe也得吧 只要貴一點 應該得吧 這個值得一試 好 臨節目最尾 Netflix 我相信我們在Studio也在看 就是宮崎駿系列 沒錯 急迫力系列 剛剛看完4K版的天空之城 然後也在看4K的龍貓 現在在看龍貓 大家出不了街就可以在家裏慢慢煮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的 宮崎駿的電影 現在再看我仍然覺得很好看 真心 他的手繪味 沒有人看得到 現在我也覺得他的手繪味 他堅持是有一個道理 我們看 尤其是看迪士尼那些 看美國動畫 其實現在大陸也走過那條路 大陸的動畫廠 其實都是全電腦畫的 不是不好看的 即是Toy Story 你說好不好看好看 但如果說有味 有藝術性 一定是宮崎駿這些全手繪 所以他執著了很久 其實他後來也掙扎了很久 去到幽靈公主 才開始玩一點點電腦 在幽靈公主之前 其實都是全手繪 我們現在看龍貓那些 其實是很漂亮的 即是很有人造出來的藝術性 還有他的背景 我也介紹過的 大家欣賞他 他是背景那種有一點點 印象派畫風的背景 也是他的特色 當大家在看這些時候 又要介紹Netflix的新作 講新作之前 有一個不幸的消息要告訴大家 上一次我們就說Netflix拍特框 會拍多幾個季節 但是最新的消息是居然反過來 原本說六個季節的特框 現在要講到五個季節就完了 我不知道他是否害怕寫得太近 太近就真的會碰到現在的 還是不是蠻好修 不如修修皮 有機會是Netflix很狠 因為是很貴的 搞這壇東西是花很多錢 如果不是真的很有效益 不如修修皮 我反而覺得因為是這樣 他拍到第三季 拍多兩季 兩季和三季就差很多錢了 原本計劃是想著投資 六季投資十億美金 十億美金 你以為是開玩笑 七十多億港元 算了 有時候也有少許道理 如果你寫得太接近現在發生的事 就好像有什麼樣的 不要那麼近又好像比較好 明白 好繼續 另外 新族有什麼呢 既然那個舊東西不玩了 新的東西有什麼玩呢 厲害了 拍一個新的Pokemon Pokemon超夢夢反擊戰 Netflix版 Netflix版 在Netflix版就Netflix看了 這隻就是歐陽講的那些 全電腦畫出來 是啊 他沒辦法了 現在這些Pokemon 自然有美式品味的 要調整一下 不是的 如果你在戲院看Pokemon 電影都是畫的 是啊 現在 如果我們在看電影版那些都是畫的 是啊 但是這隻就真是純 全電腦的 全電腦了 是啊 不是說真的 那些精靈是用電腦呢 那樣子我都覺得接受 可接受的 不過那些主角的人 但是小字 就奇怪一點 是啊 小字都是電腦的樣子我就 是啊 就 怪怪的 是啊 但是這個怪都算數了 算了 然後那個 說出來是被歐陽尷尬的 就是Netflix就落實了 開拍這個 真人版的one piece 好事啊 不是我們 我從來都很主張拍真人版 看你什麼時候死 都一樣的 等於拍真人版公學 我真是想看看 他沒有關係的 他拍完之後撈下去而已 就是他不會為了這個 拖死他 是他沒有所謂 我就是我歡迎 看一看 拍到幾奇 真人版銀鷹轉 不知道什麼時候拍得出 現在大陸有疫情 我真的很期待 到時警條 不知道會找個角色做 還未定嗎 還未定 那不就沒有了 不說就沒有了 我想他 何況你都不敢拍 說真的 哪個大陸投資者 敢拍銀鷹轉 命都沒有 大陸 其實他們 不是啊 大陸我才覺得沒有東西不敢 我是覺得他們當初 是沒有深究過劇情 銀鷹轉的劇情 你深究下去 你敢在大陸拍 他不是撇掉那些東西 咳 不是 我這樣就變了 不是 這樣就催你不像 這些是從來最懂得做的 咳 不是啊 那要作過劇本 你不要什麼就剪掉了什麼 要銀河帝國打 就是徹底打倒這個 自由星球同盟 雖然現實都是 可能變成中國打美帝 本書本身都是 你都勉勉強強扭下他 你都可以說 始終這個明君制 明君制就戰勝了民主制 民主制就留在最後一篇 就四處離開 然後他就在那裡結束 但是銀鷹轉危險在什麼 他是不斷解釋為什麼要追求民主 他最危險的就是他不停地說 為什麼我們要追求民主呢 民主就是用來修正你們這些所謂的明君制 那就是在說這些東西可以剪掉 我們為什麼會守住這個信念呢 寧願和你肉碎我們都要守住民主呢 所以這些東西可以剪掉 剪掉了沒問題 好繼續 不是啊 不是啊 那時候什麼流浪地球都是這樣說的 我流浪地球都改過的 他不是就是剪掉那幫人 不信的政府 之前有一幫人不信的政府 去顛覆他 流浪地球 河蟹了 剪掉了 沒問題 現在我們看到電影版的 流浪地球是河蟹版 流浪地球 那另一個Netflix 我覺得應該值得看一下 因為香港未必覺得有趣 但是我覺得挺有趣的 大家都看過《諸神王昏》 大家看過那個是Marvel的雷神衫 《諸神王昏》 現在Netflix是打算拍一個電視劇集 名字也是《諸神王昏》 是什麼來的呢 他是一個 他用北歐這個 即他們是北歐神馬來的 他這個是二十一世的《諸神王昏》 意思是 那些人 那個世界 是現代來的 但是呢 他就拍《諸神王昏》那些東西 整個背景啊 那些人啊 完全是現代人來的 是現在的 是有電話的 有iPhone的 這麼有趣 那個背景 是放在北歐 即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那個劇寫什麼呢 那個地方有一幫人 發現到自己的神力 即是好像我們平時這樣 頂你個肺 即是那些 我在公司那裡每天上班 有一天 終於大發神威 原來我有超能力 即是那一隻 是那一隻 扔兩下地 扔兩下街 走過雷 劈死老闆 而他們那些人物關係呢 當然是連下去 去《諸神王昏》 即是那些神的關係 是的 這樣的 還有 因為在那裡拍 在哪裏打呢 我真是想問 在北歐 要找個 可能去芬蘭那些 即是處 你看到是 完全是冰天雪地的地方 但是他有寫字樓 即是可能是那些 即是我在北歐都可以上班 都可以朝九萬五 是的 他是那些 然後下樓下又打 是的 他是那些 那些好像好笑 當然 他的背景是一個小鎮 是 那就不會很 即是不是紐約 即是 不是很都市化 不會很華爾街 是的 但是那個是現代的城鎮 還有最主要的東西 因為他在挪威 那些人不是英文的 是 挪威語 說他們的畫 挺有型的 是的 我從來都覺得那些北歐語言 當然Netflix出就會有字幕 大家不用擔心 其實挺優美的 即是 即是我覺得西班牙畫都很優美 其實 不是 整件東西我看過 看過那些 那些 trailer 那些東西 我覺得 挺個人的 這個值得介紹大家 是的 所以介紹給大家 那條計畫都新 即是變了現代人樣 大家忽然間有神力 現代人衣服 是的 即是你 三個 因為他小鎮不會穿老闆 是的 是的 挺有趣 這件事挺有趣 幾個人的 那 看看到時候出租會怎樣 好 那你有沒有什麼想補充 我沒有 你有沒有戲看過的 再說Netflix這些就算了 哦 我反而想問一下 我沒有看《什麼代宗司》 我想問你有沒有看 沒有啊 那算了 下一集再說 因為我原本想這個星期看 雖然 那些人說 肺炎都還看電影 我又不是那麼擔心 不要鬥張鬥 我其實 說真的 其實我 這個拜年 已經取消了兩件事 即是 那些人都說 不要接鬥了 那些事情 但我覺得 有時候 可能是這些時候 更加需要 有些正常生活 那 這個星期我沒有看電影的原因 就是因為真的沒有什麼想看 是的 即是 上次我都說 你為什麼 如果看港產片 你看《什麼代宗司》 還是看《意念心》 是的 兩邊都好像 一些汗顏 西片我看了 《一個一七》就看了 好像沒有什麼想看 可能遲些 遲些 遲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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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 補充了 看了 可能看《什麼代宗司》 下個禮拜講一下 那你有沒有其他東西 沒有就收工 收工 多謝各位 下集再見 拜拜